所以我覺得在近期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看 什麼樣的一個個股 其實是我們國內目前或是業內 非常關照的個股 現在大盤其實目前會是AI股 因為昨天大漲 今天稍微有點回 那昨天主要都集中在 比如說像是這個散熱族群 今天他就會Focus在 包括有些部分會轉到 比如說像是昨天有機殼等等 稍微關心 打招高市今天的狀況 AI雷國的表現是起座溜血 打招高市今天的狀況 半年算的部位前 各界各的表現是不錯 相信今天我們今天 上昏西蘇張真偉為帶來的關系 是的主播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 最後中場是跌了102點 那指數已經回跌到16454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今天量其實最後又放出來 目前為止的量是2557億 但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想很多的投資觀眾 今天也不了解說 為什麼昨天可以大漲 今天又要再回跌 其實有一樣部分 是我們所有投資觀眾 一定要留意的 近期目前為止 是美元的指數 已經創下16年來的新高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台幣必須要面臨 相對的會貶值 在這個情況之下 您知道嗎 今天不是台股今天走跌哦 包括像是雅股 特別是日股 近期他們的跌步 其實也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在近期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看 什麼樣的一個個股 其實是我們國內 目前或是業內 非常關照的個股 今天大盤其實目前會是AI股 因為昨天大漲 今天稍微有點回 那昨天呢 主要都集中在譬如說 像是這個散熱族群 今天他就會Focus在 包括有些部分會轉到 譬如說像是 昨天有機殼等等 今天忽然變到了細光子 但中小型的個股 其實都比較OK 一般般 今天其實反而是大型股 大型股 包括這樣的聯發科 發哥今天算是威力大陣 這個氣勢有一點響 是要重返千金股的這個味道 今天最主要除了發哥登高一呼之外 你可以看得到 包括像是這個創意啊 或者是像是股王啊 這個兩邊互尬啊 包括是像是信華 或者是這個世新K1 這個其實千金股 都可以看得到大戶在主力 他們在琢磨的一個痕跡 但目前為止今天有強勢的股 但是像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已經見到這個隧道 鏡頭的像是記憶體模組 今天也是很紅啊 今天除了威剛之外 你可以看到像是金豪科 好久不見啊 今天功高到了漲停 那在這裡面 包括像是面板股 要併這個友達 要去併德國的公司 所以今天股價蠻有表現 可是今天比較辛苦一點的 會是什麼 也就是所謂的彭博點名了 四檔台場 那這四檔的台場 大家不一一點名的原因 在於有些廠商是受委屈 可是股價今天已經腿軟了 所以我想我們很多的投資觀眾 在這方面我們要了解 整體的大趨勢 那今天有些廠商 即便它是一個點名受委屈的狀態 我們到時候看日後 股價那麼還它公道 但是前提在於什麼 既然有些廠商是被點名 跟牽涉到華為相關的概念股 你就知道說未來 這可能踩到是美國的紅線 在這個情況之下投資觀眾不要硬拗 該放就放 該放手就應該 這股價讓它賣得夠 那接下來重新的佈局 才是第四季 掌握AI主流 掌握電視股 非常重要一個關頭 我們把鏡頭交換你 我們把鏡頭交換棚內 我們把鏡頭交換棚內 barrel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